嗨嗨 藝能界最不公平的比賽 歌手屏老師 今天一集就知道 四位當中 對 他們要來講評你 今天可以接受嗎 好緊張喔 今天是歌唱比賽 對 那我有事 我先走了 有 來,你以為是評委嗎 不,各位 四位參賽者 真的 怎麼怕 講參賽者太嚴重了 那是什麼呢 是四位海選的選手 這個世紀裡面 最可怕的一場比賽 你那麼愛插 為什麼不把他留下 流眼飄來散去 大學 抗議 怎麼了 因為製作單位跟我們講說 今天每個人只能唱一首歌 我問你 你以為你是憲哥 聽取獎 別唱十三首歌 別回夢 默默車要開了 我還覺得這個比賽 你不用比了嗎 你都換爆青筋了 我還要拿到 來 平衡 厲害… 你們有沒有參加過比賽 沒有 參加過 有嗎 小時候參加過吃蓮霧比賽 不過你那個金曲獎星光大道 表現得真的不錯 差點把我嚇死了 真的表現還不錯 謝謝憲哥… 那你有參加過比賽 當然啦 對 很緊張那種壓迫感 對… 所以你是當時是魔方 一看也知道嘛 好 劉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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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笑喔 是用長相嗎 你是我們心目當中的 對 對啊… 你是模仿出來的對不對 對啊 今天可怕了 大概全球化 這三年裡面最多的節目是什麼 歌唱比賽 秀節目 尤其是歌唱比賽 是… 對不對 對 對不對 沒錯… 對啦 也是 就是有選爛的 有選好的 然後有模仿的 對 然後模仿的 是 哪一個節目是選爛的 有啊… 有啊… 有選爛的 像我們今天這個節目 就是要選爛 對啊 首創先例 這一道又無逆向思考 親愛的觀眾朋友 除了選出選手以外 也造就了一批職業的講評老師 沒錯… 而且有時候真的很誇張 在內地這些評審老師的費用 居然比主持人還高 對 這麼可怕 是真的喔 真的 不… 你要當老師老師的資格啊 對啊 但是有時候也會 大家有沒有聽過 豬羊變色有沒有 有… 這個過去呢 曾經是在宰相府裡的唐前宴 對 我告訴你 這個時候以前你講人家 現在人家要來講你 沒錯 旁邊這三位小佛子 是 有沒有看到 三位選秀歌手 首度嘗試講評工作 能講得頭頭是道 還是胡說八道呢 選秀比賽出身 你以為他們三個今天 是又要來比賽嗎 對啊 唱歌嗎 靖倫以前是比第六名 對 第六名 比哪一個節目 星光大道 公平嗎 我覺得還滿公正的 公正 因為他講話有點卡卡 你對評審老師有一些維持對不對 也還沒有 當天表現真的是失場 失場 沒有話直接說真的 現在已經 事情都過了嗎 專輯都發過了 也不用再比賽了 也對啊 不過今天坐在… 對 緊張 對 很緊張 原因你們要評判的對象 是可怕的 學瑞是第四名 學長 學長 所以不同一屆就對了 對不同屆 有覺得比賽不公嗎 你怎麼講 我覺得你有問題 他那個會差一點講出來了 對啊 小美唱歌很好聽 他才第四名 這一定有鬼 對 有沒有鬼 沒有鬼 所以你覺得是嗎 我覺得這個比賽就是很公正公開 那評審老師有跟你講過很重的話嗎 沒有 其實 其實我在評審老師在講話說 其實我都放空了 因為我比賽的時候很緊張 我都沒有帶你接近 真的是這樣 怎麼可以 講是講他的 我們根本沒有在聽 不要聽嘛 沒什麼好聽的 沒什麼好聽 聽的也不會幫我發唱片 但他們這個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他們是除了歌藝以外 外貌什麼都在評分裡 像學瑞 他是裡面的 那講一下 等一下 拉到第四名 這樣好像沒有比較好耶 憲哥 不會啦 還不錯… 帥的啊 還後來拍了電影對不對 對… 所以那只是一個跳板 只是你要往前進的一個工具 我懂了 就好像主持是憲哥的跳板 真正是要做生意 怎麼會這樣 好像不是 好像也沒有很… 然後跳下去 再來忠欣 忠欣 你好 你是參加的 我是參加超級偶像 抄我第三名 抄我第三名 第一名那一屆是誰 張雲晶 比賽有沒有不公 這很可怕 你為什麼氣到頭髮都立起來 對啊 憲哥 這幾天 這幾天大雷雨 大雷雨 憋太久了 被雷劈啦 有那個老師 什麼 講過什麼話 傷過你們的心的嗎 有嗎 有 我第一次上台唱歌的時候 就被志平老師批說 你唱歌太有了 誰 志平老師 王志平老師 今天落入我們的手裡了 等一下才好好來介紹 他們 你以為是評委嗎 不 各位 四位參賽者 不 不 好驚喔 表情喔 講參賽者太嚴重了 那是什麼呢 是四位海選的選手 對 海選… 現在是海選 還沒要…訪問他們 要評審比較偉大 我們這邊大概輕秒淡一點 名字唱完就解決 對 一般都是這樣 比賽都是這樣 還要在外面排隊 講你什麼 結果我… 因為我喜歡唱搖滾嘛 唱完之後他又說 我覺得你這個 唱的感覺很像 然後你唱得很油 不是 這麼快 人家都還沒唱出來 現在的義科來訪問一下 好不好 我們四位 參賽者參加海選過來的四位朋友 是的 還沒有進入實場 不得了 難得看評審們不發異語 因為他們今天準備開口唱 結果事成失敗 咱們拭目以待 黃國倫同學 嗨 黃同學你好 國倫老師好耶 第一次參加歌唱比賽 憲哥我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助理跟我講 我說什麼節目 他說憲哥 我說當然好 他說評審唱歌 我說不妙 對 他說保證 絕對沒有比賽 也沒有人講評 對 沒錯 對啊 他說他騙得沒錯 真的是騙人 而且出來混遲早要還的嘛 對啊 我覺得憲哥今天比較收斂 是喔 你很明顯對評審比較好 怎麼說呢 一般這種比賽你出來就 不得了 今天的評審經過比賽之後 就如果輸的那個人 要退出評審界 你都沒有 你今天沒有 你今天沒有 是不是 比較熟是不是 沒有… 開玩笑某一個程度就好了 這個不行嗎 對啊 這四位真的都是大咖 但是今天我們還是 要給一個評分 怎麼樣 好不好 第二位王志平老師 哈囉 憲哥四位主持人 大家好 志平老師 我好喜歡你喔 真的很好聽 你什麼態度啊 你看 真的好好聽喔 他最近的新歌好好聽喔 Joyana 好好聽 這不得了 所以 王老師 你今天面臨這樣的一個考驗 他們要來講評你 旁觀者清 對不對 有時候 好厲害喔 所以當你自己 對自己毫無所知的時候 人家點出來的時候 可能是一針見血 可能是慘不忍睹的喔 今天可以接受嗎 好緊張喔 現在感受到那個壓力 好緊張喔 你以為他說出話 不 因為他穿牛仔裝 我的靠 對 老師好好加油 好不好 後面 玲瓏玄老師 老師好 你好 你也受天上當來了 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好了 今天賽制到底是什麼 直接比賽了是不是 到底是 對 因為我來的時候 完全不知道 我看到忠欣講說 忠欣是上一集的節目嘛 對 他說不是 他還來騙我們 今天賽制我直接告訴你 怎麼樣 叫做 你看當評審 不知道參賽者的 心裡面有多難受 這樣喔 你要不要先算一下自己的心盤 好 那個是王子 那個是王子 好像 好像… 我再問一下 今天有暫時失敗區嗎 沒有 沒有 直接失敗區 直接淘汰區 這個壓力好大 這個比我是歌手還可怕 對啊 有沒有 我是歌手還搞了好幾集有沒有 今天一集就知道 四位當中 有一個要離開藝能界 所以還是有 還是要離開 就是這樣 這才是你嘛 藝能界 再來是羅文聰同學 第幾次 老師好 第幾次參加歌唱比賽 今天是歌唱比賽啊 是 關門放狗 我們手上的腳樓是做什麼用 有腳樓 對啊 或是緊張講真的 緊張是不會 我想說今天是來 我跟他們一樣 我得到的訊息也就是來唱歌 重點是我來宣傳我的新唱片 新唱片 對… 我跟你講你今天是當中壓力最大 為什麼 剛好出唱片 又拿到最後一名 好厲害耶 憲哥 還沒比賽 那這個日子過得下去 你還要宣傳嗎 讓大家搶先聽 不是 我本來以為說 我本來以為說 今天如果真的是比賽 我可能壓力很大 然後看到三位 我就不怕了 就放鬆了 就放鬆了 放鬆了 就放鬆了 王老師你聽得下去嗎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是 很大的勇氣 他是真正的發片歌手 我們只是評審而已 是嗎 其實我覺得還好 我想跟他們講一下說 如果唱得不好真的沒有關係 剛好可以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那個錄音師的技術有沒有 現在的錄音技術 到了哪一個階段 現在聽專輯有時候不是聽歌手 是聽錄音師的技術 真的喔 而且Pitch不準 還有一個Auto調回來 那請問O弟 你為什麼這麼清楚 因為他都用調的 因為我有一個好朋友 都用調的 對 是 好朋友還是你自己 不是吧 你講別人應該是 沒有… 沒有… 我不是… 我沒說什麼都是 我沒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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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餘量情節 沒有… 但我可不可以當亮 好… 亮 四位準備好了 這邊評審席三位評審老師 也準備好了 這個世紀裡面 真的耶 精采程度超越我是歌手 是的 恐怖程度超過中國好聲音 這麼恐怖 妖獸程度媲美 阿拉比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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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比賽太可怕了 第一棒要為大家演出的 是哪一位 準備 誰 林隆璇老師 一起來歡迎第一棒 不僅是評審 同時也是資深歌手的 林隆璇老師 比賽時最注重演唱的整體性 而今天身為參賽者 他將會拿出什麼 不一樣的表現呢 果不其然 你真的就是搬出自己的 最犀利的傢伙 對啊 老師今天要唱的是 新歌還是老歌 我今天要唱主曲 就是幾個創作主曲 你串燒耶 串燒耶 對啊 你第一棒而已 你出手這麼重 真的啊 你有沒有太狠 龍璇 你需要這麼認真嗎 對啊 果然老師出來 他真的來挑戰 請跟王子 林隆璇 秀出自創主曲 力保評審頭銜 你永遠不懂我雙倍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不懂那星星為何會追跌 你那麼愛他 為什麼不懂那星星為何會追跌 你那麼愛他 為什麼不把他留下 為什麼不說心裡話 你深愛他 就是每個人都知道啦 你那麼愛他 為什麼不把他留下 是不是你有深愛的兩個他 所以你不想再讓自己無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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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難以抗拒難以不再想念 你難以抗拒難以不再想念 我難以抗拒你容顏 你難以抗拒你容顏 把心劃 把心劃在誰給你的心中 希望明天能夠見到你灰心的容顏 我難以抗拒你容顏 我難以抗拒你容顏 把心劃在誰給你的心中 希望明天能夠見到你灰心的容顏 留言 留言 傳來傳去 說不聽不知道何時能平息 留言 傳來傳去 請相信我的青春真如往昔 留言 飄來散去 會隨著每一天淡去無痕跡 你 但願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 最準的心 不懂我雙倍 就好像白天不懂夜 不懂得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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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我抗議 評審我抗議 怎麼了 有什麼資格抗議呢 評審我抗議 沒有 講好 因為製作單位跟我們講說 今天每個人只能唱一首歌 是 林同學 我問你 你以為你是憲哥啊 金曲獎連唱十三首歌 花了十分鐘 不好意思 憲哥那個真的很棒 沒有 沒有 幾位老師在我 這個額外我差不過一樣 他現在心情忐忑得很 對 現在看到第一棒出來是唱 我覺得不行啦 對 還抬官抗議的 對 我覺得抬官抗議 沒有啊 我覺得王老師今天有備而來耶 他有帶一點模仿耶 我跟你講 他今天穿裝 搞不好他就 拿那個騎馬機 然後便上面一邊唱 一下 來放 流哉很老文聰 感覺不錯啊 他邊彈邊唱其實很迷人 真的喔 對… 我覺得滿不錯 表現得很好 他一口氣唱了四五首歌這樣 這個歌 重質不重量 我通常的主曲 暗中較勁 我通常的主曲都是十三首 所以剛剛就是不算多 是十四首 了解… 剛剛看到靖倫 只是寫了簡單兩個字 哪兩個字 沒有… 靖倫 我嗎 我寫好多 寫好多 寫好多 來…靖倫 他連站著勇敢 站著聽的力氣都沒有 我們如果有看抄偶的話 照龍選老師的講評風格 是比較 是比較 對參賽者比較善良 對 可是有時候太過善良 對參賽者是很殘忍 對 所以要必須要講實話 所以我現在就要講實話 對 不,你現在在講評 我的講評就對了 沒有 對,我覺得龍選老師這一次 我覺得下手很重 對,因為這整個主曲 不只是回味所有龍選老師 自己的創作 還有自己唱過的歌曲 而且還跨足很多個時代 像《難以抗拒女容顏》 對 80年代為的 然後白天不懂夜的黑 是屬於90年代 還有留言1993年 如果沒有錯的話 然後你那麼愛他2005年 手機收起來 不要偷看Google 沒有看… 靖倫,你這麼喜歡他這些歌 將來他可以 就跟雲圓裡面 人家一走進去 小城故事 憲哥人家 請你的朋友租進來 喂,憲哥 人家那麼年輕好不好 對啊,要也是你先 對 我可能選擇海葬 不會有墓園 沒有開玩笑 對,我覺得彈得非常… 最重要要有自信 彈唱 對,彈唱很有自信 而且在每首歌連接的時候 我覺得轉得很順 聽起來很有企圖心 唯一我覺得 唯一 美中不足的地方 有一個小小的北中部 就是在《難以抗拒你容顏》 容顏的時候 詞有點不對 《難以抗拒你容顏》 《難以抗拒你容顏》 《難以不再想念》 《難以抗拒你容顏》 《難以抗拒你容顏》 《花心花在寫給你的心中》 《希望偶爾能夠見到你微笑的容顏》 你要逮到機會秀自己 對啊 還唱一整支 沒有,第一句應該是這個 不是第二句 對 除此之外 唱錯歌詞很嚴重耶 所以你們剛剛有沒有看到 看到什麼 是不是真正的 我沒有這麼說 人家沒有這樣以為啦 連歌詞錯了 連什麼年份的歌 清清楚楚 他說的年對是正確的 他說的年份是完全正確的 但是你剛剛有 真的有說 沒有 他沒有 我就說你坐著 你剛剛坐著 沒有,不是坐著 你剛剛坐著 對 但同學老師 歌詞真的有錯嗎 坐錯應該是 兩個顛倒的 顛倒的 偶爾跟明天兩個顛倒的 天啊 對 這個在比賽當中怎麼辦 這應該要扣分 這不會 如果表演很完整的話 評審聽了會忘記 對,會忘記歌詞 會忽略掉 學蕊 該你 我覺得表現還不錯啦 對 只是 因為那個海選的時候 我記得會有一個零啦 剛剛其實唱到第三首的時候 我還滿想按下去了 因為 Live 有時候會不小心分心 因為 都已經唱到那個 溜烟的時候 我就不小心會注意到 龍學老師的手指 很漂亮 要想到這位子 對 那一些奇怪的地方 但是這個也是要稍微自己 要多加注意一點 因為表示 我們就是因為聽了你的歌 就是有點 走調了 謝謝 多加注意 有走調 走調 就是那個留言的時候 有一點走音 有嗎 沒有,那個有一個音是 剛剛觸碰到旁邊 壓到旁邊 鋼琴走音 不好意思 這是我們懂音樂的人 在點 抱歉 沒關係 這個不會扣分嘛 是 因為這次歌唱比賽 又不是彈琴比賽 鋼琴走音有什麼 這個品質很怪怪的 是 那個中心 就兩個字 兩個字 兩個字 不是做錯啊 沒有 沉醉 我覺得就是 歌詞什麼都不重要 我覺得整個音樂的起承轉合 讓我覺得很舒服 該澎湃的時候 那個澎湃的感覺 就出來了 謝謝 今天這個評分在這邊 OK了 準備看他們的分數 評審每人100分 最高為300分 情歌王子的自彈自唱 成績馬上接下 到底他會獲得幾分 第一位 黃靖倫 請舉牌 1、2、3 95分 95分 來,第二位 1、2、3 89 來 中心 100 你這個人 我今天是來報恩的 你真的倒太滿了吧 後面還有三個 沒有,真的 我覺得非常感動 你不會今天從頭到尾都打100吧 不會,絕對不會 另外三位老師各安天命 好,現在第二位 羅文聰老師請就位 從五三獎後期 就擔任評審的羅文聰 可是評審資歷中最深的一位 今天羅老師 將以歌手身份接受考驗 他的心臟有辦法承受得住嗎 可以 接著是我們的羅文聰老師了 以前那個超級新人王 對 我告訴你 你們評的咖 是不是大咖 他評過誰 周杰倫就他評的 對不對 方文聰就他評 真的 你知道嗎 長得那個樣子 你將來是不可能的啦 後來沒關係 他有講嗎 人家有這樣講嗎 還有修比多華的小馬 修比多華小馬 也被你評過 講話難聽 他看起來善良有沒有 結果 嘴巴添 我的媽 他豆腐心刀子狗 走過來 很可怕 暗地裡出手好重 隨時… 新專輯唱片 對… 憲哥,這是我的新作品 新專輯唱片 做自己 自己做 謝謝 來,請多多指教 是閩南語的嗎 一首國語 但九首是台語 裡面還有超值扮唱卡拉DVD 太好了 你還沒希望你這專輯唱片 能大賣 對 剛剛看到第一棒出來 就那麼強了 對,很強啊 你OK嗎 OK 帶什麼歌來跟他拼 歌王的歌 蕭黃崎的 我本來是要唱阿嬤的歌 但是聽憲哥唱阿嬤的歌 我就覺得我一定不要唱一條 真的 太危險了 太危險了 知道 差年了 看你那瘋到心 心中都爆出來了 沒有,我因為沒有睡覺 然後整個是上不去 然後心裡面又覺得很難受 真的,對 心裡難過 對啊 加油了 好的,來 羅文聰 羅文聰選唱歌王的末班車 真的能為他帶來好兆頭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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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 뉴스 指甲 陳柯 子 我先走 深埃是讓 不捨離開的人 好好走 別牽掛啊 約好我們再見 散步的午後 要想從前 再挽著手續就別逗留 末班車要開了 路到了盡頭 回頭是為 擁留心口的 要 好好走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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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羅老師 還是唱台語歌好好聽耶 不是 我是覺得這首國語歌 要唱成是台語歌很厲害 抗議 又抗議了 又抗議 我覺得林隆全老師 到羅文聰老師 你們真的有需要這麼認真嗎 我一定認真啊 但是剛聽他這個末班車 我們也是行家 是 聽你這樣唱完 我覺得阿嬤也會比較好聽 真的嗎 要不然你唱兩句 來…我給一個Key… 你一定要不准嗎 來…副歌唱一下 不行…我知道阿嬤的歌太高了 有什麼高不高 我也唱啊 來…先這個來學習一下 別人來讓你聽 追你永遠的孫子 鼓叫你一聲 姐姐 喂 真叫 不要再唱了 林隆全老師 再來唱一首 林隆全這三位 人都不是我殺的 請想清楚再回答 好 我覺得文聰老師唱這首歌 有另外一種感覺 跟像那個蕭煌基老師 唱得不太一樣 因為這首歌是那個 李偉松老師寫的曲子 對 那蕭煌基老師 其實我們是 我們是找你來搜尋的是不是 對 第一次去搜尋 茶池料 茶池料給製作單位就好 你拚命唱的底下搜尋 沒有 沒電話 那他真的很用心啊 對,那麼熟耶 他唱的那種有一種 男人悶在心裡 想要釋放的那種感覺 對啊,覺得很棒 阿聰嘛,我知道 是 小明老師 我覺得他表現得還不錯 對,很有自己的味道 然後有幾個轉音 其實就是大家都覺得是台語腔 可是我覺得很像 沖繩 沖繩是什麼 我去哪我 我去哪我 別回頭 那種感覺 那種有點演歌 對,演歌的感覺 對,所以聽完的時候 就聽完這個末班車 就覺得其實還滿難過的 對,聲音帶點感情 對,就音準什麼都不重要 瞎不演藥了 接著下來就是我們的羅文聰老師 他的分數 第一位 王靖倫老師給的是 94.7啊 我們可以打到數點嗎 可以 盧學瑞老師 88.9 林中興給的分數是 90 我看今天 你前面那個給100 這個給90很明顯 對 差了10分 有差那麼多 你要叫等一下嗨酒老師怎麼出來 沒有,我今天是來報恩的 就只有龍璇老師100分 後面都別想100分 這個很明顯的私人恩怡 他就有史以來最不公平的比賽 只因為他比他過100就對了 對 好的 謝謝 謝謝溫聰老師 謝謝 接著下來是我們同學當中 第一落腮湖 對 才演黃國倫老師 也是 黃國倫老師幽默風趣的評審風格 讓他堪稱是評審界的Local King 愛唱歌的他 今天會拿出什麼殺手劍來對抗呢 心情不一樣對不對 憲哥真的有一點口乾舌燥 口乾舌燥 因為等得太久了 對 好,不好意思 不是 而且 其中有一個評審已經打出100分 我覺得這個比賽不用比了嗎 你不要那麼那個嘛 對不對 自尊心那麼強耶 好表現 不用太在乎好不好 對啊,不用在乎 忠心,你給我試試看 沒有機會 有機會 好好唱 不會啦,我跟你講 因為剛才林隆璇唱得很好 然後羅文聰也非常好 今天如果我帶來我自己的創作 就殉掉 真的、假的 對啊 今天不是唱自己的歌 怎麼會 我帶來一首夕陽的經典老歌 叫做 Smoke Gas In Your Eyes Smoke... 這是一個汽車廣告嘛 不是,這是一個電影叫做 直到永遠 Smoke Gas In Your Eyes 就是The Prater合唱的 吹小喇叭 對,可是很多人 不能唱過,這非常經典 而且非常難唱 可以唱了嗎 這個歌 這個很久了 他還在握 前面講到久 好好加油 OK,試試看好了 來,黃國倫老師 黃國倫進行挑選西洋曲 投入程度令人雞皮疙瘩 調我們第二 I of course reply I of course reply Something here inside Can not be denied 他们说 Sonday you're fine Oh who love a bride Oh When your heart's on fire You must realize Smoke gas in your eyes So I check And then I get it out To think the good of my love Yet today My love was from the way I am without My love Now Love friendly ride Tears up in the eye Oh So I smile and say When the love friendly dies Smoke gas in your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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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 生命 以後 你有需要這麼認真嗎 以後你要這樣幹 就不要說人家出手中 真的 出手中 你都快爆青筋了 很高耶 出手會進來 已經爆青筋了 看人家抬鋼琴出來 他唱到那個已經快中風了 有沒有 王志廷老師 你說這個有沒有出手夠狠 沒有,我最後一首 最後一句唱這麼長 只是跟各位講 我不是英雄 因為英雄很氣短 不會 他唱滿長的 這一句比較不好笑 千萬不要講這話 你不要講 林隆璇老師,他還這個 我第一次看到 國倫老師唱歌這麼MAN 而且真的很好聽,我覺得 就是很有魅力,對 這個比賽太可罵了 聽評審說好了 來,黃靖倫老師 你憑什麼坐在那裡 他說我們一起來的 老師,我們一起來的 我是被騙來的 我看過國倫老師那麼多次 第一次看到 再用生命在唱歌 對,而且這麼深思力 那國倫老師 所以他之前都不用生命 只有一個缺點 一個 不好聽 生錯年代 生錯年代 歌唱得不錯 人長得太可怕 生錯年代 醫生一生 幾步以下接觸可以嗎 幾步 年代跟年代不一樣 真的 生不逢時 如果再早一點的話 可能紅的就是國倫老師 不是Platus Platus就變Flatus 被壓扁了 對 不過靖倫 這個是我聽過非常好的讚美 這個非常大 我覺得你也很有資格 到聽講 沒有 來,徐瑞 你唱自己的創作 是不錯的選擇 對,剛剛那首歌呢 音準不準 感情不足 外型不帥 節拍不穩 沒有這些問題 我覺得太棒了 厲害 真的 不是我發到 來 那更好厲害 我覺得國恩老師啊 就是像我們以前 在學生時代的時候 有時候期末考到了嘛 對不對 你昨天沒有讀書 不用讀書 不用讀書 幹嘛賭 其實自己在家苦幹了一番 對,我覺得 老師今天真的在台上 我覺得還滿感動 就是那個拚進 Rock 老師 YouRock 我覺得唱得很棒 那你會給老師100分嗎 他說你滾 不是,你滾石 YouRock 你滾石 Rock YouRock 所以評價都滿高的 給分 2 黃靖倫老師給的分數是 95.2 盧學睿老師 99 林文聰星老師請給分 99.9 這個也很喔 好,謝謝三位老師 好,謝謝… 謝謝黃國倫老師 謝謝 接著下來王志平老師 最後一位登場的是 製作過無數專輯的 王志平老師 平常都是他在指導歌手演唱 今天換成參賽者 會能拿出最好的實力嗎 謝謝 你在我們的心目中 是個偉人級的 什麼 偉人 偉人已經在那個 除了你自己以外 因為你女兒的歌聲 是我一聽就非常喜歡的 是 謝謝 我回去會傳達一下 你剛剛一直在恨他的歌 對,因為我太喜歡了 我覺得他應該生下來 就是為了唱歌的 這個女孩子 對 I want to be a singer I want to be a singer 或只是還沒生就一直在聽歌了 在肚子裡面就在聽歌了 會不會是爸爸的關係呢 你一傳到了音樂 我覺得音樂多多少少 他奶奶也很會唱歌 所以今天老師帶來這首歌可怕了 是什麼歌 Eagles的歌 Eagles的歌 Eagles 從小聽到打那個 我的天啊 Take it easy 我高中開演唱會就唱歌了 對啊,你高中就開演唱會 英雄所見人 對 但我要合音哦 可以合音嗎 當然可以合音 要除非他們同意 因為我這個一合 對… 你剛剛就是把國倫的最後一個音 你那三度一合上去 0.2分 真的嗎 直接 就因為這樣子 對,你多合一點我們就加0.3分 太好了 今天這個比賽可怕了 你是最後一棒壓力很大 其實很大,真的很大 你也是 對… 也是 什麼希望呢 他想要抓一個墊背的 好不好 好,現在目前分數播報一下 林隆全老師 284分 羅文聰老師 273.6分 黃國倫老師 294.1分 目前膳時領先 可怕了… 這個都在伯仲之間 對 好不好,一起來欣賞 我們王志平老師帶來的歌曲 Take it easy 喜歡Egos的朋友們 準備跟著志平老師一起大聲合唱囉 好… I don't know what is to care You'll need to try to understand Just find a place to make your stand And take it easy Well I don't run down the road Tried to loosen my low I got world of trouble all my mind Lookin' for a lover who won't go undercover So just a little harder to find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Don't let the sound of you won't win Try me crazy Come on baby Don't say maybe I got a door up there Cause your sweet love is gonna save me One more time We got it easy We ought to take it easy All right We got it Bravo 太啞 太有感覺了 這個EGOS 縱使在現場他們聽了也會感動 真的喔 是… 沒有… 你怎麼知道你有沒有聽 人家什麼備份 也是也是 雖然其實我剛剛也是長面話 謝謝 你有現場聽過EGOS唱嗎 有啊 他們來台灣那一次 我跟你講 兩萬張票秒殺 秒殺 Acoastate的吉他 後來Hotel California 他們不再用電吉他 對 他是用Acoastate 就是木吉他 Unplug那個味道 用插電 然後加幾個Percussion這樣 對 我跟你講那Core 一個Core下來 我們眼淚就掉下來 感動對不對 冷靜靜沙對不對 黃靖倫老師 對 其實我很曉得看到 志平老師在表演 這算是我初次看到他表演 那我覺得他表演 真的是很開心 很享受在裡面 我們這個評審都想要跟這一起唱 我覺得這一點很棒 對 我覺得一站出來就是 成為一個目光的焦點 對 因為老師外型非常的好 對 然後一開口就覺得 外型很好 非常得好 什麼好啊 媽狗身材啊 來 中心 我今天真的是衝著那個 志平老師來的 當初在選秀比賽的時候 說我唱歌有 我想說今天能夠挑一點什麼 就是好好整整他 講一些什麼話 可是我說真的 我剛剛看的是 就是受益良多 你講評 你連講評都好油耶 對 真的好笑這樣 怎麼會 他講得很好啊 是 你是來講評 還是來拍馬屁的 對不對 黃志平老師 會面臨過被打分數的 有這種窘境 對 就是英文講的 Leave or Die Leave or Die 對 這個叫做 是英雄還是什麼都沒有 是靈感 對 一起來看看 黃靖倫老師 95.2 跟國倫老師是同分 國倫是還1.2耶 盧學睿老師 分數 100分 出現第二個 火雞 好 林忠欣老師 1 2 3 99.8 厲害了 今天的分數已經全部出來了 是的 我相信觀眾朋友 如果剛好有拿筆記下來 是 對 應該 我們就不做統計了 我不統計也不公布 心裡面有數就好 沒想到我個人這張烏鴉嘴 一語沉沉 是啊 今天我們的Champion 第一名就是 王治平老師 295分 恭喜 丟帽子了 謝謝 你用丟帽子的動作照亮了大地 是 王老師 你今天這個分數 你個人 好玩嘛 真的是好玩 那麼恭喜我們的冠軍 來 國倫 怎麼眼睛換內光啊 你跟他只差距0.9分 他剛剛已經表示 他剛剛抓眉毛用中指 不要 其實我覺得今天就是好玩 但是我 沒有 要樣票對不對 沒有 好玩啦 開心就好玩 而且我要替那個羅文聰老師 講一句話 他唱得很棒 希望你的唱片大滿 沒有 你現在多餘的話 都是更多的傷害 對 我們 對 我們請林東玄老師 來做一個安慰的動作 安慰神 還有安慰神嗎 還有安慰神嗎 沒有 他說他自己也受傷的感覺 對 沒有啦 王老師真的是實至名歸 他真的唱得很好 其實我覺得我們四個都唱得很好 我覺得 對 對 他沒有拿開 對 他沒有拿開 所以羅文聰老師 今天出現 因為聽說今天分數最低的話 可以得到錄丹哥的機會 所以我必須要爭取這個機會 就是說不管你抽到上上前 下下前 這個不重要 人生就是勤工萬事可成 你只要勤勞的去工作 每一件事都可成 勤工萬事可成 你能抽我在安慰你們就對了 謝謝 但是謝謝他們四位 謝謝 也要謝謝我們三位評審老師 明天同心繼續回答 綜藝大人